现在大伙都挺关心这一届的初高三的学生们 是啊 这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昨天下午就读与沈阳响宇中学的285名青海籍高三学生 在七名老师的陪同之下 搭乘南航北方分公司CZ5545、CZ5537两个航班 从沈阳直飞西宁返回家乡青海玉树参加今年的高考 从2008年开始 沈阳市响宇中学受青海省教育厅委托 设置青海藏族班 高考临近 就读与沈阳响宇中学的285名学生完成学业 准备返回青海参加高考 但受疫情影响 航班量锐减 沈阳飞往西宁的航班都已取消 为了让学生们顺利返乡 南航北方分公司启动暖南特别服务保障计划 以落实防疫要求为重点 为学生们开辟独立通道 办理直击手续 收运行李等 并加强对学生们的体温监测和手不消杀 增加常用设施的消毒频率 协调两地机场以及民航总局 为我们这些孩子们解决实际困难 并最终安排了两架包机 于今天这些孩子们将返回青海当地 南航住民 机绑机警 抽上云香 耶 孩子们一路顺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